不管世界多大,但只要回到了这里,心就会告诉自己,这里是,曾办为我力生长过的地方,时转多年,匆匆而过,也周着做经历了百年历史沉淀的老城,最后还是没能比过时过境迁,很多地方终究变成了,只能存在于回忆中的样子。 曾经的狗室儿从大桥底下面转到自来水场,龙高原载到天咸庙,虽然曾经的狗室儿,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模样,但是很高兴,还能看到你,如今的狗室儿,应该已经不能叫这个名字了,进去流大了一圈,也许只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,其他的就看不到了,但是除了这,其他的还是和以前相差无极。 繁华热闹的市场,市场里上除了旧书和杂志之外,还有各种旧玩意,像是纪念张币,文革文物,老电子产品等等,很多东西,甚至比我们年纪还要大。 书籍杂志,听老眼周人说,如果你在书店里找不到想要的书,就一定的去旧货市场,看看,或者逛逛街市上摆摊的书摊,这里的地摊上摆的书,五花八门。 从古典历史到当代艺术画集,这里应有尽有,占用的不过是你一天的时间而已,因为你来了,估计就不想走了。 老物件,如今的生活已经慢慢被网络,手机代替,所有的家电,家具越来越智能化,更新换盖下来的老物件,也慢慢流入这里。 算盘,闹钟,还有一些连都不认识的物件,在这里显得格外怀旧,玉石,玉石,其实在这里也不少,整整一条街,不时有人走过,和老板交谈着,看中了一块。 可是要仔细看看,各种各样造型奇特的石头,摆放在店内,虽然往来的人不少,但鲜有问津,毕竟在不少眼中人眼里,这都是价值不菲的物件。 核桃猪串,如今,经常能看到不少人脖子上,手上带着各种各样的猪串,或者手里经常玩着核桃,而这里当然也必不可少,很多猪串还都是老板现场做的,吸引了不少人猪族,物件琐碎,既然是狗事儿之后,燕州,有一具基地,当然,这里还有不少琐碎东西,平常想买还买不到。 做工精美的马杂,凳子,价格还不贵,一些生活中经常能用到,还不好购买的,也是应有尽有,白酒回收,出售也有,还有一些日常用品也是能找到的。 桃耳朵,是不是不常见啊? 必不可少的花鸟鱼,不少人来这里,不只是看一些旧物,生活用品,更多的是为了这里的花鸟鱼来的。 燕州有不少哀鸟者,一大早起来,就拿着笼子,骑着三轮车,出去逛一圈,到了周末,这里也热闹了起来。 随着夏天的到来,三眼洲的区区也快来了,一些区区用的物件,这里也准备好了,或者给孩子卖个游色回去挺挺像也是不错的。 一些鲸鱼,乌龟,也吸引了不少小朋友蹲在前面观看,这里大小苗母居多,盆栽花卉其次,西韩花卉,也不少。 细细逛来,你会发现这里的稀奇货色也不少,且还是别的花木市场难看到的。 如今的燕州,越来越繁华,而这些老街小巷,趁日渐衰落,忙碌的人们呀,也开始渐渐遗忘曾经生活过的模样,趁他还在,趁他未拆,周末的时候,照个阳光明媚的时间里,来寻觅一下回忆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